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之中 有这样一个极其神秘又硬核的兵种 他们拥有全军上下规格最高的伙食标准 比空军吃的还好 是海军里唯一拥有岸上宿舍的海警房薰贵 就连他们平常出任务睡的床铺 都有人提前暖被窝 他们所操控的武器装备皆为绝密 只有五常级别的大国才配拥有 战略威慑力甚至比航母还大 同时也是核大国最后的杀手锏 大家好 我是袁在 今天我们来聊聊潜艇兵 都知道潜艇兵伙食好 但至于能好到什么程度 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 直到今年五月 中国军号官方发布的一段 潜艇兵干饭视频 我才知道原来电影里演的都是真的 想当一名合格的潜艇兵 首先得改掉爱吃主食的陋席 鲍鱼龙虾一样能把人吃饱 视频里的大哥除了头两个菜 加了点青菜西芹外 后来就逐渐离谱 什么鲍鱼 烤翅 肋排 烤虾 红油猪片 倒了米饭直接掠过 换个空盘继续来点蛋挞 甜点 水果 功能饮料 潜艇上每天吃五顿饭 这个频率和月子中心有得一拼 因为艇上实行三更制 晚上凌晨后还有两更 所以每天三次主餐 两次夜宵 关于潜艇兵的顶级待遇 在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网友 不同角度 不同时期的描述 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困难的时候 潜艇兵每个月依然可以领到一网兜肉罐头 七十年代初舌尖上的潜艇兵 就已经能吃到鲍鱼龙虾芒果罐头 到了八十年代 啤酒还不像今天这么常见的时候 潜艇兵就已经在用啤酒瓶累人造奇观了 我军的伙食费自1978年以来调整了24次 按兵种不同分为四类 一类造每人每天11元 主要是战士与战士同餐的军官 国防施工队和条件艰苦的边防岛屿部队 二类造每餐13元 主要是坦克和自行火炮分队及其修理分队 航空兵机务大队 驻高原地区部队 如果说前两类造的标准相差不多 那么从三类造开始 就来到了军迷眼里的高档餐厅 三类造比二类造标准近乎翻倍 每人每餐23元 主要是面向水面舰艇人员和飞行学院学员 而最高档次的四类造 标准已经达到了每餐39元 主要是常规潜艇人员 核动力潜艇人员 以及航空兵空勤 也就是飞行员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飞行员和潜艇兵在火石的执行标准上 其实是一致的 都是四类造 那是因为我国潜艇兵的高标准火石 主要体现在军港基地内生活时 而不是执行潜航任务期间 当几十上百人的潜艇官兵 刚执行完一个长达三个多月的水下任务返航时 他们已经一百多天没见过太阳 没有吃到过新鲜的蔬菜 长期压抑的水下生活 甚至带来了心理层面的伤害 当有机会到岸上时 我们的后勤当然恨不能把所有的家底都掏出来 整个满汉全席 让他们跌个痛快 与潜艇兵顶级火石标准相匹配的 是这个兵种肉眼可见的极度高危 作为二战中伤亡率最高的兵种 我国在选拔潜艇兵时 有一项很特殊的硬性要求 必须要有符合标准的牙齿咬合度 把一副好牙口当作敲门砖 并不是为了应付潜艇兵的顶级火石待遇 而是为了极限逃生 在水下脱困时能紧咬呼吸装置 而不出现漏水意外 几年前央视层首度公开了一段 我国潜艇兵鱼雷发射管脱险求生训练的画面 整个视频没有BGM长度5分钟 记者的旁白也仅是陈述和白描 没有一丝煽情或者刻意的升华 却把我看得热泪盈眶 穿好逃生服和呼吸装置的潜艇兵 从鱼雷发射管爬进去 之后和战友之间的沟通 只能依靠重重敲击管壁来完成 可就在完成注水加压后 管内却突然传来了一连串紧急退管的信号 这明明只是个训练 却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连训练都时刻充满着危险 战友为了救人 甚至在水还没有完全排出的情况下 就一头钻进鱼雷发射管中去伸手拉拽 当被救出的艇员摘下防具 脸上充满了恐惧 潜艇兵到底有多苦 干了这一行 吃喝拉撒就没有不受罪的 首先吃就是个大问题 他们虽然拥有全军上下 人尽皆知最好的伙食标准 但这更像是种补偿而不是日常 正是因为特殊的工作环境 导致干饭体验极差 所以才安排了顶级的四类造 记得局作之前在讲核潜艇的时候 说过这样一个亲身经历 他年轻时有一段时间在潜艇上工作 当时在水下还专门开展了吃罐头比赛 吃得多就能赢 可是都没胃口 甚至最后赢的那个人 也没把一整个罐头吃完 狭小闭塞的空间 不见天日的压抑感 浑浊的空气和各种噪声的环绕 别说吃饭 就是想安静的闭目养神都几乎做不到 在潜艇上 艇员是没有自己的专属床位的 因为空间有限 为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铺位永远比艇员少 这就是潜艇专属的热铺制度 铺面一直是热的 大家轮流休息和知情 潜艇兵很少出现在新闻上 因为高度的机密性 偶尔出现 他们会穿戴整齐 收拾的很立正 可这却不是他们的真实战斗状态 潜艇上不同舱时间忽冷忽热 俗话说一艇有四季 作战舱算是比较热的 一帮大老爷们就穿一条大裤衩 才是日常装扮 以前关于海军有一个段子 说某机关的女同志 来采访潜艇兵的生活 因为名字比较中性 没人想到会是女兵来潜艇上遭这罪 就还是日常的简单穿着 等采访的队伍到了后 艇长赶紧给助手使了个眼色 通知下面那群操老爷们 穿裤子要快 战略导弹核潜艇 如果收到攻击指令 那么只会是一种情况 我们的本土正在遭受全面核打击 而他们就是最后替我们报仇的利器 潜艇兵顶级的伙食标准 和恶劣的生活条件 换来的是一把十克悬在敌人头顶的利剑 他们是我国军事体系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五常大国的一票否决权 在很大程度上 都依赖他们形成的绝对威慑 在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之中 海基战略核潜艇 又是最有效 最关键 最狠的一个 从极端战场推演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重要性 甚至比航母还要高 战略核潜艇一艘就可以直接抹去一个中小国家 十艘甚至能让地球重新洗牌 以我国第二代核潜艇094的早期版本为例 携带12枚巨浪2导弹 具备洲际打击能力 每枚导弹可搭载3到6颗核弹头 射程8000公里 如果发生核大战 只要有一艘还保有战斗力 就足以让对方十几座大城市 同时成为充满核辐射的废墟 我国潜艇在启明时有个特点 凡是长征开头的 那必然是核动力潜艇 其中091 093 095 这样单数结尾的是攻击型核潜艇 以鱼雷为主要攻击武器 092 094 096 双数结尾的是战略核潜艇 以发射弹道导弹为主要作战方式 因为我国在超大卷满机领域 还有待攻关 094潜艇有一个显著的外形特点 规备 这里其实是导弹舱 主要原因是较长的洲际导弹 与较小的潜艇耐压壳直径产生了矛盾 不得不将导弹的上半截露出耐压壳 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非流线体造型 这也成为了当今军迷 非常在意的一块心头恨 但凡遇到核潜艇的视频 首先关注的就是 规备到底有没有治好 按照目前的进展来看 五国的第一代核潜艇 在2014年7月已经官宣退役 第二代094也多次公开亮相 按照五国军工熟悉的保密惯例来看 第三代核潜艇 大概率已经在大洋深处 龙前九渊战备值班了 龟背也早已成为了历史 第四代应该也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 第五代也提升了日程 那这样的话 我催下老六应该不过分吧